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重慶市江北區訪民燕祥局和女兒何彥 今年4月24號 在江北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 被不明身份的人暴力綁架毆打 之後又被非法拘禁 8月9號 一份重慶兩江新區翠雲街道辦事處 給翠雲派出所的公文未曝光 公文顯示 暴力綁架行為是這兩家單位 根據上級指示做出的 8月7號 陝西西安市世貿都樓盤的數百名業主 為了孩子就近入學的問題 前往西安市政府請願 但在政府門前遭到特警毆打 5名業主受傷 維權行動沒有任何結果 北京人權律師余溫生被中共非法關押 已經一年7個月 他的律師和家屬都不被允許探視 外界一直不知道他的情況 8月8號 北京石井山區的一名國保警察 對他的妻子許燕說 余溫生一直被單獨關押 許燕因此非常擔心余溫生的身體和精神狀況 他說 這麼長時間單獨關押 對人是一種極大的摧殘 山東老兵管彥文因參與2018年的 集齊老兵集體維權活動 當年12月被秘密抓捕 今年8月前後又被秘密判刑兩年三個月 據接近他的家人透露 管彥文目前被關押在山東藤州市 無所屯監獄第五監區 無所屯監獄第五監區